为什么网上总传宫崎骏导演的《千语千询》 抄袭了徐克导演的《小倩》 这一传闻其实已经有些年头了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实际上两人是多年的好友 在两人的部分作品中 也能看到对方作品中 或多或少的一些影子 甚至徐克在《小倩》制作之初 就已经敲定了 让吉普利动画工作室参与制作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谈到抄袭这件事 我们就必须得聊一聊 徐克导演和宫崎骏导演之间的关系 时间来到上世纪的80年代 1984年 宫崎骏导演的动画作品《缝之谷》上映了 那么也就是在同年 在香港上映的版本 就是由徐克导演一手兼制的 而此后的几年 徐克兼制的87版《千里幽魂》系列电影 在当时的香港电影市场大获成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徐克诞生了制作《千里幽魂》动画版的想法 所以二位导演的当时就已经是相识了 并且宫崎骏老爷子也一度表示 非常希望与徐克导演进行二次合作的异想 二人是非常的相互欣赏的 当然关于抄袭这件事 众说纷纭 据小道听闻 在《小千里幽魂》制作之处 大概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我们国内动画方面 从业人员相当的短缺 徐克导演在最开始 是去了苏州的一家企业 但那家企业并没有达到徐克导演的要求 甚至还让徐克导演大失所望 无奈之下 徐克前往了日本寻求帮助 找到了川哥斯大夫以及吉普利工作室 当然除了这种说法 还有其他的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徐克在萌生相发了五年之后 在东京某片商的介绍下 才找到了吉普利工作室 那么第二种说法是 宫崎骏导演当时想找徐克导演 来拍这部有关于香港的动画电影 在那个时候 徐克导演正忙于《七女幽魂》 三部曲的拍摄工作 那么等到徐克导演空言下来 宫崎骏导演又转手在制作《幽灵公主》了 所以在世间上就发生了极大的冲突 但是徐克导演还是想拍一部动画电影 所以制作动画电影《小倩》的想法 就这么出来了 那么关于最后一种说法 是因为在当时八十年代的末期 徐克导演确实有拍动画电影的想法 但是由于自尽问题 许多想法因为这个事件 一同被搁置了下来 直到后来才又被重新提上了议程 虽然说具体的细节方面 有待咱们口证 但总的来说 徐克导演的这部《小倩》 最终拍板定案时 就决定了吉普利工作室的参与制作 而当时吉普利派来协助徐克 完成动画制作的人之一 就是宫崎骏导演 经典动画电影《龙猫》的副导演 远藤哲哉 他担任了《小倩》的人物动画导演 在这里有一个大家一直以来的误会 《小倩》的导演并不是徐克 徐克担任了他的编剧以及监制 《小倩》的真正导演 是叫做陈伟文 回到《小倩》制作本身 徐克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道 此作前期的2D动画是由日本制作的 后期的3D效果以及背景 则是在中国做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剧中的人物 最终呈现的具体效果 具有非常强烈的日本风格 但是动画的许多背景 却有极具我国山水之间的风采 那么在徐克新编的剧情当中 虽然和《倩女幽魂》一样 男主都叫做宁采神 女主叫做小倩 但是这部动画版的《倩女幽魂小倩》 不论是在剧情上 人物形象 性格 或者是背景的设计上 和张国荣和王祖贤版本 讲述的故事里面 很大程度上是有些不同的 在动画版《小倩》里 许可将宁采神20多岁的年纪 减到了15岁 并且加入了许多娱乐性的手段 其中就包括感情戏 在青少年成长中的尴尬 动画中许多诡计的人和事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现代社会的缩影 在小倩中呢 故事开始的宁采神 和自己谈过两年的女朋友 小兰分手了 比如是小兰和宁采神 谈恋爱谈了两年 只不过见了两次面 小兰因为渴望爱情 所以改嫁了别人 在和小兰分手之后呢 和相当于顶尽信物一般的 小狗情结 相依为命 这一人一狗 靠着四处帮人收账为生 以前干活忙是为了她 现在是为了忘记她而干活忙 人呢 总是都不干个忙 之后 直到宁采神遇难 这个故事才真正开始 本来要去郭北县的宁采神 误入了鬼界 之后在鬼城 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在这里呢 也遇到了本故事的女主角 小倩 在这个版本中的小倩 最开始其实是有男朋友的 虽然一共只见过两次 但是小倩还是非常喜欢她的 小倩的男朋友 就是黑山老妖 后来呢 小倩不小心弄断了 黑山老妖的几根头发 黑山老妖打发雷霆 想要杀了小倩 宁采神舍命相救 才得以活了下来 后来的剧情发展呢 就是宁采神表示 哪怕是要自己的灵魂 但是只要能解决小倩的问题 那么就带她走吧 所以小倩带着宁采神的灵魂 去见了姥姥 在最后的最后 在最关键的时刻 小倩还是回心转意 阻止了姥姥 吸收宁采神的灵魂 随后小倩和宁采神 打算一起转世投胎 小倩和宁采神约定 自己会出生的人家 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桃花树 希望宁采神一学会走路 就去找她 到了这里 看似是以一个美好的结局 将故事走向结束 但是编辑在这里 突然制造了反转 宁采神并没有成功转世投胎 虽然没有成功转世投胎 但是她依旧找到了小倩所说的 家门口有一棵很大很大的 桃花树的人家 而那会人家家里呢 恰好有一个小孩出生 但是啊 那个小孩的母亲 居然是自己的前女友 小兰 自己的前女友 是自己未来的岳母 那这要是真的 这剧情可真的太烧脑了 但好在剧情啊 还有另外一个反转 虽然小兰家门口 确实是有桃花树不假 但小兰生的孩子 其实是一个男孩 所以这个小孩并不是小倩 原来小倩在最后 也没有投胎 而是藏在了 宁采神的伞里 小倩对宁采神说 那还投什么胎 您忘记了 不能够相信鬼话 以后我可是跟定你了哦 哦 那好感谢啊 哈哈哈哈哈哈 故事呢 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 总的来说 这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 不论是对于鬼怪的设计 人物的表情 还是剧中设定和优美的画面 都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这也是中国香港 第一部引入三维技术的动画电影 那么想要弄清真相 我们更是得回忆一下 千尹千寻的大致剧情 作为一个对比 等不及的小伙伴 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 故事一时 千寻跟着父母搬新家 误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千寻的爸妈 在新世界乱吃东西 结果变成了猪 在这个剧情的推动下 千寻为了逃出一世界 也为了救出自己的爸爸妈妈 于是呢 在一世界展开了一场冒险 并且遇到了 各色各样的人和故事 白龙 五脸男 过炉爷爷 汤姆婆 巨婴坊 小灵等等等等 其实阿波南看出 千尹千寻这部作品 延续了郭希俊 过往作品的一贯风格 至于唯美的画风下 讲述了一个极具幻想色彩的童话故事 那么在大家有了基础的了解之后 两部作品从剧情分镜上 我们分别进行对比 许可版的小倩 剧情上主旋律为爱情 且在动画表现看来呢 宁采琛还有点恋爱脑的设定 在《倩语千寻》中 尽管也有类似被观众们所津津乐道 磕CP的千寻和白龙 但总的来说嘛 《倩语千寻》讲述的是一段 《少女经历过难忘的经》之后 从最初的稚嫩怯怒 变得勇敢坚强的故事 《倩语千寻》这部作品 更多的是向我们传达 我们不论世界怎样的势快 如何的不美好 但是作为人类 我们总该不能丢掉 处于自己的美好品格 那么从现实来到一世界 便逃离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像或者不像 但对于一世界格调的设计 房屋的设计 以及许多人物的设计 都能看出许多相似的地方 举几个例子 《小线》中的《黑山老鸭》 和《倩语千寻》中的《五脸男》 长得就有些相似的地方 比如都可以变化怪异的身体 《小线》中的《姥姥》 和《倩语千寻》中的《汤婆婆》 在《剧情》中的表现 她为剧情所提供的价值 也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在两部动画中 对于角色某个镜头的设计 更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比如《小线》中 《硬彩神》 和《小线》下肢的场景 等等 我们都可以看到 许多相似的地方 这些相似之处 都指下了同一个原因 那就是远藤折栽 所扇领的制作团队 在《小倩》这部作品之后 又参与了 其他《吉普利》作品的制作 时至今日 真的很难评 众所周知 这么多年来 宫崎俊老爷子 十几部动画作品中 几乎每一部作品 都会略有他自己另外几部作品的影子 穿插其中 比如最近上映的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我们就看到了 许多他自己作品的影子 我想可能也正是 一直围细着这样的画风和风格 才是宫崎俊老爷子 作品中的独特魅力之一吧 那么除了这些借鉴之处 小线的幕后阵容 那也是相当豪华的 科研演员更是涵盖了 许多致名的岗星 如袁永怡 她是粤语版小蝶的配音 陈小春 她是黑山老妖粤语版配音 你这玩我几十点 我没 我几个怪他 苏友鹏 她是十方国语版配音 哈哈哈哈 我们出家人不喜欢顾米钓鱼 都是很低调的 吴奇隆 她是宁斯海辰国语版配音 甚至还有罗大佑 她也参与了 黑山老妖的国语版配音 许可导演本人 也参与了小线的配音工作 给动画中的一只小狗 进行了配音 这只小狗 是主角的伙伴 它叫做金尖 所以请演员来参加动画配音 这一传统 其实也是由来已久了 那么最后最后 一则正式的消息 关于2024年1月下 全国电影剧本备案 立项公事的通知 我们能够看到 许可导演的动画作品 《人体大战》 已经备案立项了 这部《人体大战》的导演 编剧 都是许可导演本人 而这部作品 初步预计会在 2028年 在中国大陆 与各位观众相见 从简介看下来 这可能是有点类似于 日本动画 工作细胞的题材 那么各位 在2028年 尽情期待吧